北京时间7月28日晚,中超第14轮的比赛全面开打,在稍早进行的一场比赛中,上海上港5比1大胜生斑马北京人和无为首开记录, 他以88力顶级连赛进球追平韩鹏,并列中超历史射手棒守卫,另外几场较量,接夜2比1立刻横峰,赢得了这场价值6分的宝级大战,一分2比3不敌太达,苏宁1比1沙东鲁能,华夏幸福2到2负利,国安捕食丢球,如何产2比2生花,13轮步败继续领跑积分榜, 北京人和1-5上海上港,从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来看,上港优势明显,不过人和也是一个比较难缠的对手,此前足且被两队曾有过一次交手,90分钟内双方0比0互交牌卷,上港通过点球大战艰难晋级,此番再次交手,上港在正观的压力下,表现得更加出色, 第18分钟无类利用一次脚球机会投球破门,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3类进球,这是他在顶级连赛打进的第88类进球,追凭韩恒并列中超第10支首棒首位,随后奥斯卡上演没拍二度的好戏, 客观,雷文杰也分别取得进球,上港科长5比1大胜,河南建业2-1贵州横锋,这是一场价值6分的宝极大战,贵州横锋此前已9轮不胜,虽然换了主教练,但并没有起到换帅如划刀的效果,建业虽然卡兰加缺阵,但凭借着李卡多和巴索哥的进球,2比1击败亨锋, 输掉这场比赛之后,横锋仍以不分派,明天底,在赛程即将过半的情况下,这支正赛季的黑马,本赛季已经提前预定了一个降级名额, 建业全取三分之后,暂时缓解了导击压力,大连一方2-3天津泰达一方在经历了赛季初的连战连败之后,近期的势头虽然少有好转,但仍身处降级区,本轮队正太达, 一方智在三分,上半场两队打得还算胶着,太达九分钟之内连入三球, 李元一,惠家康和爱奇姆黄仙后进攻,沐县奎和崔明安虽然扳回两球,但仍无力回天,最终大连一帮主场2比3落败,由于建业本轮取胜,输掉这场比赛之后的一方,人身现象急区, 江苏说明1比1沙东鲁能这场比赛,是本轮的焦点大战,两队新人埃德尔和格德斯军迎来首秀, 上半场津进到边路船中,李朗姐为时不慎自摆布隆,将球打尖自家大麻,随后特谢拉连续摆脱两名球员后送出助攻, 埃德尔大空门得手,中场前将持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,全场结束,两队1比1握手延和, 河北华夏幸福,2-2广州富力两队军身处击分榜中游,从排名来看非常接近, 扎哈的比雷奈尔迪尼奥先后进球,富力取得了2比0的领先优势, 随后华夏幸福如梦初醒,董学生上下半场连入两球,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, 最终全场结束,两队2比2占平,从积分排名来看, 是在竞争,压关资格的两支球队,下半场还需加倍努力,否则本赛季将四大监空, 上海宣花2-2北京国安京护德比是本轮中超的重头戏,国安本赛季赤头强劲, 半轮之前12轮部外人云跑积分榜,比赛开始后国安战局场上主动, 奥古斯托手开记录,助球队取得领先,福朗西斯卫生花斑平比分, 巴凯布进球诸国安重新将比分超出,也看三分即将到手, 不时阶段,刚刚辟赌登场的维士豪不顺自摆乌龙,最终全场结束, 两队2-2占平,国安13轮部外人云跑积分榜。